鬼阿譚就是鬼故事 直接跟你講這裡就是有鬼 一名不仁掉進河裡 他死命掙扎 双手不停挥舞着 不到一秒瞬间起身 还能在河里行走 三秒之后 河里好像有人拉住她 硬生生要把妇人拖进水里 因为她好像病霜 看不见手一直拉着 只要将其拉入深水中 在河边洗衣服 却差点没命 妇人被救上岸之后 惊魂未定 只说水里有股力量 死命拉住她的脚 下关岸上的其他人 这是发生在安徽的诡异事件 无独有偶 一名渔夫本来在渔船上收渔网 突然间她往河里倒栽葱 整个人在河里翻惊斗好几圈 接着好像有一股强大力量 又把她往水里拖 直到岸上亲友跳下水制止 渔夫才得以黑线 同样这么一段 在网络流传的画面 一名男童本来在河边玩耍 这时候她突然看到 水里疑似冒出了一只手 瞪着要拉她 向了男童倒退三步 这只怪手才缓缓地缩进水中 甚至连在泳池里 都有人拍到不明的第三只手 疑似要把小男童拖进水里 很惊悚吧 这些网络影片真假难辨 但许多人深信河谷溪流里 藏了许多神秘的精怪邪物 就连日本人都深信有河统存在 更何况是台湾 在嘉义铺子有一个大水潭 老一辈称它为骨鸭潭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生人物尽的禁区 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研究 骨鸭潭这个名称 早在清康熙57年 就被记载于诸罗县制里 内容提到骨鸭潭里的精怪 经常换化为人形 上岸捉弄 火人为乐 传说说这些鬼啊 晚上都会到街上去喝酒 那甚至请戏班到 那个戏边来演戏 给大家 给他们看 那曾经就有一组 他一直演 都没办法天亮 那后来他演到一个一段经文 就一句经文的时候才天亮 然后之后他们才知道 这个是佛教的经文 一句经文吓跑骨鸭潭的精怪 也破了他们所设下的解解 感谢